。 行男大主厨詹姆士惊爆7年内外欲两次。 闪磁十年节目内幕曝光。 原来她和这位女星牵扯不亲。 詹姆士在2007年开始主持美食大三通,在2011年被爱玩客继续接棒主持,前后主持十年从未缺席过,却在脸书宣布退出爱玩客,告别大家,我毕业了。 詹姆士靠住活泼,生动及拥有许多专业知识主持外景节目十年,累积不少忠实粉丝,去年也被获提名金钟入围行角节目主持人奖,如今宣布退爱玩客震惊所有粉丝。 也感叹地说,真快,从第一趟的外景苏美岛到最后一趟的夏威夷,每个月出班一次,120多的趟外景,超过33个国家,播出超个520集。 烫烫都是美好回忆,谢谢所有陪伴我的工作人员,厨余小组,摄影团队,导演,制作人。 图翻设字詹姆士。FB。 其实早在前几集爱玩客,观众就有发现詹姆士缺席,幻城里已加入街棒,引人好奇元帮人马去向,詹姆士突然地宣布退出爱玩客,粉丝相当不舍,不到一小时涌进500则留言,没有詹姆士就不看爱玩客了,期待老詹的新节目。 所以李易就是要接你的班。 从美食节目型男大主厨出道的詹姆士评助创意,料理在美食和娱乐圈都占有一席之地,甚至累积大量粉丝,让大众每次看到他在节目上做出一道道异国风情的美食,都令人食指大动, 但没想到他竟也保过外遇丑闻。 图翻设自脸书粉丝团组图詹姆士、张允熙小巴组图。 其实詹姆士曾在2008年爆出外遇丑闻,当时老婆带自华崩溃闹到快离婚,是隔七年后又再度暧昧爱玩客的小巴,两人在车内聊天许久,让大众不解是否学不到教训。 虽事后詹姆士澄清只是在车上谈论公事,但外语疑云也让粉丝直呼不敢相信。 而日前詹姆士也自曝要离开主持十年的爱玩客,表示自己会有新的特题和新的工作,也谢谢一路支持他的粉丝朋友,而主持人也将换成围辱格里一搭档。 。